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到你一瓶 真的嗎 我閃得快 好世界 沒有搞藝 我安樂了 你問 不可不問 你又呱又問 令姐 現在天王巨星 八仔 就是你弟弟 當年有甚麼趣事 他聽不聽你說 他是一個很純品的人 但他很精力 我媽媽賣完東西 兩個屁股 他就不走 他要坐著 用淡妝去回家 他很聰明 小孩子算乖 很純品的人 不是搞搞鎮 當然 發仔入TVB 你家會否反對他 沒有 因為發仔在攝影店 做賣相機 那個同學還跟他拿紙 進去 叫他參加訓練班 哦 他說 你盲點也是 你年輕 去試一下 還跟他拿表格 跟他遞進去 哦 這麼全奇 當時監考的那個 陳友厚 我記得 是那個叫鍾景輝 叫他讀一對台詞 讀一對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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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再訓練個體 看看是怎樣 現在發仔的知名度 他很紅 天王巨星 會否影響到你家 影響到你呢 不會 因為我個人是很獨立個體 為什麼呢 因為我走近大江南北 什麼都見過 很多人說以為我拍照 他叫你弟弟的名氣 我說傻了 我說你全世界的人走魂了 問他一句話 你拍過清廷那條美直的 向著你沒有 就考起他了 我就是拍了清廷那條美直的 是嗎 不是拍一種 二十幾三十款 你香港任何一個人 想多漂亮的你周聰寧 時間多過你 經驗多過你 他未必拍到 所以我在香港 我除了搞環保教育 環保那些事情 還告訴你 香港你這麼忙碌 在你身邊 還有這麼多漂亮的東西 出現到 原來清廷就是一個指標 水質漂亮 環境好 才有清廷在棲息 所以你們去到大自然 要多些珍惜 看看這些漂亮的東西 你們兩子弟從來都沒有約 我們走一下 或者看看大自然 或者是怎樣 沒有的嗎 沒有的 因為他走山 另外一群人 他跑得很快 我剛剛相反 我拍那些很微細 微距的東西都有 因為我要慢慢找 慢慢等 慢慢後 慢慢等候 去捕捉那些蜻蜓 蜻蜓 蜓蜓 或者昆蟲那些東西 有時候在葉底 都很留心 很留神 走過路 一定要慢慢 要好 好 好 全神貫事 才找得到 有時候那些保護色 和環境一樣 我不止拍蜻蜓 有很多昆蟲那些東西 所以我和他坐河漢界 兩個人 兩個世界 他跑 徐山跑 跑得又要厲害 又要快 我剛剛才和他相反 我要等 要穩 要抄 要漫步 兩個人不同 從來都沒有在一起 沒有的 去攝影 沒有的 你們都知道 法哥紅得那麼膠灌 法哥紅了之後 會不會影響到你們家之間 或者你和法哥的感情 沒有 我是一個個體戶 你讀書學會這句話 前居可鑑 四個字 你家人有一個 是個畢為天王 你講俗些 你是那家人 你應該要恭喜他 講俗些 你有那麼遠 殊疑就走那麼遠 因為你的接力棒 就交給他 你便開闊天空 無需要說 什麼什麼什麼 無需要 因為人又是個體 你依附誰 周圍你看 看電影 你也看過 前居可鑑 周圍的蠶神 懂你什麼 說你壞話 什麼都有 所以我們 好像我這樣 做自己開心的事 便開闊天空 無需要 領著誰 誰的命 提高自己 無需要 我發覺你和法哥 說話的語氣 樣貌固然好似 為何會這麼相似 這些我媽媽給我的基因為傳 我媽媽不懂得住 IQ翻譯很快 她很聰明 又懂得支持 歌曲 很厲害 好像你這樣 我十人牙肺 很巧合 當秘級 你知道真的 賂不亂 很聰明 那人問我一句 我不癲不還 我說恭喜你 恭喜我什麼 你不癲不還 正常 你伸手先出來 對手 別卸掉 揉住 我幹什麼 比較厚 你要拿 contract 什麼 八小時 健康富貴 伴你一輩子 待著 一待著就說 厲害 還給我一輩子 你也挺厲害的 口吵吵吵鼻吸 凡是說話可輕輕可寵 能夠哄人歡喜 令人高興 不要緊 千萬不要爺耳人 不要扁人 不要看低人 說話藝術 說開心話 笑話不要緊 就用這些藝術 藝術學習就學這些 我都學到很多東西 在你裏 多謝 是啊 我學到很多東西 阿玲姐 我知道這幾十年來 你都是用菲林的 一向都是菲林的 黑白的 你現在又用數碼 怎樣看這個平台 時代不斷進步 大家知道我要跟上時代 現在就轉數碼 那些手機 又VZ 又Facebook 我全世界的網絡可以看到 我喜歡的就看 不喜歡就刪除 容易溝通 跟上時代 我現在又是由於疫情影響 封班封城 封航空 菲林都沒得來 那個朋友問我一句 師姐 我有個數碼相機 我給你拍照 調整我的程序 怎知那個相機又沒有 我問 哎呀 糟了 拍著我沒有長鏡 我去那些攝影店 去賣相機找 找長鏡 她說有啊 很漂亮的 300的 鏡頭去到 我問我有沒有2X 加了2X可以600的 我拍得很遠都可以 她說2X就沒有了 我說去其他地方到處找 找來找去都沒有 即使找到一間 她說給了一個相機 你要長鏡啊 多長啊 600 好長都有啊 不過不可以換 我拿給你看一下 然後一看 哇 那架機 我叫Laybody 手掌機 這麼厲害 新的 她說21去到1356 即是你現在600 你都走到哪裏 她雙倍一點 這麼厲害 一千多 樹頂那些雀仔 什麼顏色她都拍到 哇 真是完美 那是不是很貴呢 不是很貴 很便宜 不過我初初用不習慣 就是手掌這麼大 好飄啊 總之認了 有樹 挨樹 又挨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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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挨樹 怎知有一天 在水面見到那些 做葫蘆壺 游啊游下就拍了 哎 不行啊 我的朋友說 我最晚追到這次 我震過貓王啊 我朋友說一句話 就可以了 師姐 我借個白頭給你用 就在她的白頭 頂了一秒就拍到了 這麼好東西的 所以都認不認用IQ的 最近我看到你的弟弟 青龍巨星 周圓伯發 開了一個Facebook 是不是她自己開的呢 她那些事 一切我不回應 因為我又不是經歷人 又不是她的助手 所以她做一切的事 我不管 我炸傻炸懵 白老懵懂 我的人生觀就逍遙自在 超然物愛 就是這麼簡單 你自己會不會開個Facebook 來將你的作品 出來給人看呢 剛剛相反 人家希望 明成利咒 希望風光 萬年 我剛剛相反 我可惜四個字 忍明忍成 亡明利 咬山咬水 見住人 超然物愛 逍遙自在 莊子精神就是這句 莊子精神就是超群 你不懂得莊子 你一夠魂 你很多詩詞 你讀了很多書嗎 不是 圖書館 現在的網 有得讀的 你學習 每個人讀完的詩 真是季土 真是革命 當然是不懂 我們溫富之身 喜歡文學作品 又看 這些詩詞功夫 又學 看粵劇 更豐富 所以你這麼聰明 不是聰明 這些學問 學問 不懂的學 不明白問 你不學不問 就變了又惡又笨 最後一個問題 我問問你 法仔孝不孝順 疼不疼你 法仔頂孝順 全世界沒有他這麼孝順 嘩 好 借不疼我 兄弟主媚情 他能夠 又買屋給你住 又幫你看病 又給你醫生費 債傷他很多時候 看到我都沒有問他 給他 那次在貝林花看到我債傷 他都給我給 他不需要多說 他做事是身體力含的 所以我對他那種孝心 對人那種愛心 我簡直是給他一名 聽說 你平時跟法仔說話 經常頂嘴 對 相反 他的幽默 似的幽默 我用佛計來回答他 他說的幽默 我又有IQ 又比他更幽默 所以我可以跟他談 可以跟他對答 是嗎 因為他讀書不是多 他見識多 我讀書不是多 但我看中國文學詩詞多 就可以運用IQ 厲害 有甚麼例子可以說給我聽 有 他很欺負 抗秘笈 隨時有人問他 走沙律 走什麼 走無線痴線 我跟他說 是嗎 我說天天閉閉 就不懂閉閉 晨晨天閉就快活過神仙 誰找得到我 我和大自然約會 你呢 逍遙自在 超然問他 多好 做自己開心的事 這倒是 你覺得法仔 性急或慢動作 或是慢吞吞 不是 他做事很有條理 還有他記憶力很好 他做事很影響 很仔細 他不是說你們 那那西西 認真是投入 很有趣 你看他整天好像傻傻耿耿耿 或者小孩子玩泥山 不是的 他做事很認真 很盡責 他一慢慢做事還工作 工作還工作 沒有去服他 所以他這麼成功 這些真的是 你很急 讓我甚麼都急 那你和法仔大家 會不會拆出火花 一個急一個慢 不會的 因為你要記住 世時的兩兄弟 大時的兩旁人 每個人每個人的世界不同 我們學會保持距離 點到即止 一看見不對的事 我們 我有事做 拜拜 我們學會閃 閃得快好世界 沒有交易便安樂 我經常都說 我拿著相機環遊新界 跟他說 拜拜便安樂 大家沒有交易 好厲害 你的文章 阿玲姐 本來每一個嘉賓 我都會問他 我訪問這次 下次你會不會來 但你 我又不會問 我主持你一定來 是不是 一切隨緣隨喜 見到你們皆大歡喜 今天很久 好啦 今天時間夠了 我們同姑娘拜拜 拜拜 拜拜 拜託